尽管乌统马张区国会议员拿督阿末·加兹兰昨天宣布撤回对首相丹斯里姆尤丁和国盟政府的支持 不过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达吉尤丁指出 国盟没有倒台 依然掌握足够议席 继续合法执政 那对于当前的局势呢 公正党巴西古党国会议员哈山卡林就敦促首相 寻求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告知国盟已经在国会下议院失去了大多数议员的信任 哈山卡林认为 根据联邦宪法 如果首相失去了多数议员的支持 应该请辞或者在元首的预令下解散国会 国内政局进入摊牌时刻 乌统马张国会议员阿末·加兹兰撤回对慕尤丁政府的支持后 首相署部长兼一党总秘书拿督达吉尤丁表明 暂时不影响国盟政府合法地位 仍然获得国会多数议员支持 但是他不明白马张国会议员为何临时改变主意 但慕尤丁和国盟政府在技术上仍属于合法政府 运作如常并且继续执政 不过公正党巴西股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则发文 表明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去年3月1号 根据联邦宪法第43-2A条文 认为慕尤丁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信任 而临选他出任首相 可随着沙巴三角石和霹雳一利国会议员相继病逝 国会目前只剩下220名议员 加上巫统马张国会议员不再支持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 换句话说 如今支持慕尤丁任下的国会议员减少到110人 这也说明了慕尤丁失去多数议员支持 国盟政府已经垮台 因此哈山卡林 促请慕尤丁根据联邦宪法第43-4条文 带领内阁总词或者觐见国家元首寻求解散国会 另一方面 针对巫统基层要求和土团党断交 关系濒临决裂 土团党最高理事拿都斯里莫哈莫里端有信心 两党纠纷不会影响到土团党的运作 并重申土团党只管继续做对的事 叮嘱对方不要太过得意 否则得不偿失 穆哈莫里端表明 尽管目前国内面对新冠疫情和水灾 双重夹击 但是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 依然倾全力为人民谋福祉 也希望其他内阁成员暂时放下政治分歧 陪民众共度时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